放飞头脑 似续飞扬 朋友们好 不久之前我们聊了童谣预言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种另类的预言形式 卡通预言 这当中的代表之作 辛普森预言 辛普森一家是美国最成功的情景卡通喜剧之一 他在1989年首播 拥有跨其代人的忠实剧迷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部卡通片的时候 是在1990年代末 当时唯一的印象就是主角们都是一副厌世脸 脸很臭 即便是笑的时候也是哭丧相 就像被生活刚刚狠狠揍过一顿的样子 在80年代末 这不是荧幕上流行的形象 当时荧幕上的卡通主角形象 要么是很乖萌的 要么是炫酷的 很少有这种不讨论喜欢的厌世脸 一般来说 只有配角和反派才会被画成这种形象 那我就不禁在想 为什么这么一部形象不讨人喜欢的动画片 能够如此长胜不衰呢 辛普森一家是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 故事主要围绕着一家五口展开 父亲是心智不成熟的霍莫辛普森 母亲是顶着高耸珠云蓝头发的马奇辛普森 还有三个孩子 只会惹事的大儿子叫巴特 环保主义的女儿叫丽莎 还有一个含着奶嘴的小baby 外加一只猫一只狗 一共七个主角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形象 辛普森一家生活在一个叫春田的小镇上 Springfield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的名字 如果你在谷歌地图上去搜 可以找出一堆叫春田的小镇 辛普森一家和小镇上的人们发生着各种互动 也就发生了各种故事 故事的基调就是各种怼 怼政府的无能 怼政客的腐败 怼大公司的贪婪 警察局的无能 媒体的不负责任等等等等 当然也有表现个人成长和人性美好的部分 这部剧集从一推出 久极其受欢迎 从1989年到现在 已经做出超过700集了 得了无数的奖 但是等大家回过头来一看 才猛然发现 这部剧集不仅仅是现实讽刺剧 同时也是不显山漏水的预言达人 比如在1995年的第六季第十九集当中 就预言了智能手表 片中的角色 Lisa的未婚夫就使用了手表打电话 而那一年微软才刚刚推出她的视窗操作系统 在1998年的第十季第二集里 主角霍默辛普森站在黑板前 用方程式计算着一种当时还未知的基本粒子的质量 一贯傻里傻气的霍默在这一集当中显得尤其的严肃认真 2012年物理学家们果然发现了一种未知的粒子 被命名为西格斯粒子 动画片当中的预言成真 由于西格斯粒子被认为是生成宇宙 现在已知的最基础粒子 所以又被称之为上帝粒子 在1998年的第十季第五集里 还预言了20世纪福克斯会被迪斯宁收购 这一幕在19年后2017年也果真发生了 但是准确的说 这几件对未来知识的命中并不需要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才能够办到 普通人也能够办到 因为这个编剧团队当中呢 有一些人很可能是在某一方面有背景知识专长的 对某一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它有偏德 比如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手机也就是无线电话 和卫星导航它们都是最早出现在军用领域 后来逐渐普及到民用 1994年出现了第一款能够无线传输数据的智能手表 叫Timex Data Link 能够和PC联通 辛普森一家动画片里的手表电话是出现在1995年 是在Timex Data Link的一年之后 这在当时很可能已经是一个现实的研究方向了 只不过对大众还比较陌生而已 另外关于发现上帝粒子这一集 其实关于它的物理学解释 西格斯基制早在1964年就提出来了 只不过实证方面的发现 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是在2012年 1998年预言上帝粒子这一集的制作人 他本人就有很强的理论物理学背景 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对那个动画片中出现的公式还洋洋得意 说你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的西格斯波色子的质量 比西格斯波色子的纳米质量只大出去一点点 至于预言迪斯尼收购20世纪福克斯 很可能收购的意图早在1998年甚至之前就提出过 只是延宕了19年才实现 上面说的这些预言 你确实不一定需要会看水晶球会占星术才能够做出 辛普森一家编剧团队里面藏龙卧虎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释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确实说得上是预言了 非常神奇 川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 是那年的头号黑天鹅事件 之前没有一次主流民调认为他会赢 而在辛普森一家动画片里 却早在16年前就预言了 这事确实是挺神的 在2000年播出的第11季第9集里 动画片里的总统是川普 16年后我们再来看 但已经当上了总统的川普 从衬衣领带的颜色 到领口上的胸针都和当时动画片里一模一样 甚至川普下扶梯的样子都差不多 最巧的就是动画片里有一个 站在楼上的支持者 他手上的标语掉在了地上 那你再来看看这现实中场景的照片 你会不会由衷的脱口而出呢 这也太巧了吧 剧迷们还挖出了很多别的预言 上面只是罗列了一些比较有名的 那么在多灾多难的2021年 这个神奇的剧组 有没有贡献什么预言呢 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首先对于2020年开始的 Covid疫情 印度神童阿南德是在2019年8月份最早做出预言 就名声大噪了 不过有辛普森一家的剧迷表示不同意 阿南德并不是最早的 我们这个卡通片才是最早的神算子 早在阿南德之前就预言了当今世界的局势 早在1993年的第四季第21集 马吉的锁链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设定 一种病毒从亚洲传遍了全球 而这种病毒没有治疗方法 唯一能做的就是卧床休息 据迷们认为 这一幕就反映出了新冠病毒爆发以后的实际情况 病毒从中国武汉传到了全球 整个世界都只好卧床休息 就是lockdown封闭的意思 2021年辛普森一家已经命中的预言 有这么一条 在1月20号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上 其中一个环节是就职典礼的特别节目 演员汤姆·汉克斯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其实他在14年前就出现在这部动画片 《新的大峡谷》这一集当中了 动画片里的汉克斯说 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她的信誉 所以她要借用我的信誉 更有意思的是 刚刚当上副总统的卡玛拉·哈里斯 卡玛拉·哈里斯 她的穿着打扮和动画片中的人物就撞衫了 早在20年前 2000年 《未来世界》这一集当中的 第一位美国女总统Lisa 在她执政的第一天就穿着紫色的套装 脖子上戴着大颗的珍珠项链 和哈里斯的打扮就极其相似 更让人寒毛倒数的是 这个动画片当中的Lisa 她上一任总统就是川普 连人物出现的顺序 现实和剧集当中都是吻合的 你说这奇不奇 不过呢 粉丝们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哈里斯可能就是故意参照了 辛普森一家当中Lisa的造型 上面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那么最关键的部分来咯 就是有哪些是还没有发生的 但是在卡通剧里面预言了的呢 最让人极被发凉的是这一段 在2020年的恐怖树屋这一集当中 正在进行美国总统选举 画面上显示民主党还有8分钟就要输了 爸爸霍默辛普森正要去投票 结果在花园里睡着了 错过了美国总统的选举 然后画面一转 霍默穿着盔甲 站在小镇的广场上 四周都是废墟 在熊熊燃烧 机器人在街上游荡 粗暴地对待小镇上的每个人 这个时候四个天启骑士从空中飞过 分别举着瘟疫 饥荒 战争 这三面旗帜 爸爸霍默看到这一切张大了嘴 世界末日到来了呀 故事就结束了 这段动画片传递出了两个意思 首先是四骑士的意义 在基督教文化当中 天启四骑士是启示录当中 末世降临的征兆 它们出现也就意味着 末世末节拉开了序幕 按照启示录的说法 骑士们分别骑着白红黑灰 这四种颜色的马 最先出场的是白马骑士 他就是兽 经过他一阵搅和 世上信神的人便少了 然后上场的是红马骑士 他手持大刀 在各国势力之间挑拨离间 鼓励人们彼此杀伐征战 第三位登场的是黑骑士 他代表饥荒和死亡 最后上场的是灰马骑士 他就是死亡 他带着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 席卷全人类将杀掉四分之一的人口 天启四骑士属于揭开七个封印的阶段 是对人类的警示 也是末世磨难的开始阶段 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磨难阶段 揭开了七个封印之后 是七个号角的阶段 七碗烈怒酒的阶段 如果人类还没有醒悟 劫难就会不断的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是 天启四骑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在片中是紧随着一次 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 民主党看起来就要输了 但是主角睡了一觉起来 一切就不一样了 剧迷们对这个场景很是坠坠不安 辛普森一家从开播到现在 剧迷们翻出了大约30个 已经应验了的预言 那么这一条和世界末日有关的 会不会也应验呢 对这部动画剧集的神预言 BBC在2019年还专门做过一次采访 剧集的原创作者基恩和吉利斯 很谦虚地表示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纯属巧合啊 创作团队并不是一群预言家 不是拿着塔罗牌和水晶球工作的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讨论世界上发生的时事 琢磨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 怎么样才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加入团队的人都非常有热情 不仅在工作时间讨论 工作之外也讨论 整个剧集维持有60多人的编剧队伍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创作团队 编剧们都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啊 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对社会的思考 那当然也就会把自己的经历 感受以及思想都写到剧本里面去 持之以恒几十年下来 他总能预测对一些事情吧 这个角度的解释倒是也讲得通 辛普森一家已经播出超过700集了 每一集讲一个社会事件 目前有30个已经印证为准确的预言 命中率其实也就4%出头 从总量来讲呢 这个比例也不算很高 似乎也在统计学合理的范围之内 中国有句古诗叫做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编剧们诚心诚意想打动观众 认认真真做功课 几十年不懈怠 这也算是某种形式的修炼吧 成能感天 也许就能获得某些不同寻常的灵感吧 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编剧当中真的有预测高手 平时不显山漏水 在日常工作的讨论当中 潜移默化的带风向引导着创作方向 就像中国古代的奢刀人预言 童谣预言的作者那样 那么真相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们只能够通过 聚集今后的预言应验 来做评判了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期话题有意思的话呢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说 明白了 过去是大银隐于世 现在是大银隐于动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